我从15岁就住在阿根廷 大概10年前回到了台湾 也回归了我们试炼设计的本业 那也在这个时候认识了我的太太 那时候我就想盖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 有感于阿根廷的自然放松的生活 我希望我的家也能够回归自然 建筑外观以木纹清水模和传统清水模 来临摩山林的不同纹理 侧面就像在翻完折纸的形态 并用铁平石与马赛克砖贴附 盖房子就好像小时候在玩的积木一样 将不同的材质和工法配在一起 把你的理想在工作中找出你的乐趣 亭内中亭的部分我们用碎石子铺地 下面能够有保水的功能 水蒸汽上来的时候 比起一般水泥的铺面就能够降温3-5度 一楼市接待市集会一市 有的时候我太太也会在这边开花艺课 整体上我用了四五种的石木 以及不同的清水模工法 铁剑和南洋风情的一品 像大自然般有花有草 在丰富的生态中达到永续和谐的旋律 其中一个柱子用斩石子的工法 这是传统庙语常见的工法 以及用贝壳打磨的石子地板 也是一种教学的目的 希望让嘉义的学子们也能够认识 右手边的鲤鱼池是我最喜爱的地方 一早起来我会先泡杯茶 然后就能在这里做整个早上 我刻意做了这一个水墙 除了能让空间降温 也让这个青苔形成一片绿绿地毯 沉浸地洗涤我的心灵 到二楼工领域 我用了更高比例的圆木与绘 去铺陈客厅是小孩子的游戏天堂 而餐厅区则是多功能的 除了能和一家人共进晚餐 也会和太太在这儿分享境况 分享美学 有时候也会拿起我珍藏的红酒 小酌 宜情 加热时 我和太太在家都会赤脚 因为脚下的每一份材料 都有着扎实温润的粗感 踏上悬空的楼层踏板 这是在墙壁灌浆之前就焊死在墙里了 再以伸缩器作为装饰 右手边的圆圈除了做彩光隔热层 也象征着向上漂浮的云朵 这里还有一面高浓度的亮面清水膜 是这里用到的第三种混泥土工法 穿越长行独立书房后 主卧则是覆成的空间 可以看到沙发被抢 是由回缩的块木载子 赋予成了新的生命 走上主卧阁楼 梯间的部分也都充分作为收纳的空间 阁楼则连接户外的空中花园 可在这边运动、阅读 让生活的每一刻都能够与大自然共舞 像我太太也很喜欢花语 渐渐的也会帮我在空间上做软妆的搭配 在隔壁也设立了花语展示空间 让大型的花语得以展示 也提供摄影空间给在地的艺术创作者 我们的生活空间就是以大自然为核心 除了使用扎实的材料 同时也考虑了环保 尽量以大自然的方式来营造这个永续的生态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原生之美 我理想中的原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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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想中的原生之美